电影在某种层面上来说是一种交流的艺术 就是把我们的认知与我们的看到的世界 以及我们的态度 我们的文化通过电影这个媒介去传达给世界 所以呢我觉得中国电影有它自己的特色 所以中国的演员也会因为我们的生长环境而有我们的特色 我觉得每一个地方的电影都会有它独特的特色 是根据它的人文情怀也好 它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也好 所以每个地方的人的表演的方式和态度都是不同的 我觉得作为电影一个交流的媒介 通过电影把我们的方式传达出来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觉得有很多的我很喜欢的电影界的前辈 比如说我们写的监制侯孝贤导演 我们这部戏的导演刘洁导演 然后以及可能大家都会觉得非常有名的 我们都非常喜欢的李安导演 我觉得都是有情怀 然后会讲故事的导演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李安的成长史 然后也看过很多他的电影 然后觉得他是一个这么多年以来 不骄不躁 一直在专心做自己的电影 并且把想要传达的一种信念 然后融会在自己的电影里的一个电影人 他很纯粹 然后就算他遇到再多的挫折的时候 就可能他在拍电影早期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 他也没有想过要放弃电影 我听说他早期的一些电影 都是在一个 那个时候他没有什么钱 也没有什么人会看好他 然后他用了很短的时间 然后非常低的成本 然后去拍了他那个三部曲 对然后包括他后来讲故事 其实是很有趣的时候里面有那种打破盘子的镜头 他甚至都是用自己家的盘子 就是自己私人用的盘子拿去打碎 如果再不过的话 我可能我们家已经没有盘子可以用了 就是这种 他用一种非常风趣幽默的态度 然后再做 再坚持自己的信仰 其实我更多的是了解到他拍电影背后的一些故事 就是他一开始他都想过是不是不做导演 然后去做别的 但是他那个时候一直闲置在家 然后他太太在工作 他太太就说 就是希望他不要放弃这样 然后他终于等到了自己的机会 然后用非常短的 大概四五十天我不太记得了这样的时间 然后拍了自己的最初的那几部作品 然后获得了很多人的理解和喜欢 那里面有很多包括中国的元素 一些吃的方面的东西 包括推手都是一些很中国元素的东西 然后我会觉得他有他的大情怀 但是他有他的梦想 对 我会觉得他就不 ĐEF